叛逆自乎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,特别是在自己上中学的时候,经历过了小学的时期的温顺,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多,就会在自己的思想上面产生很大的变化,很多人往往都会变得很叛逆。 不听家长的话,总觉得自己是对的,不过只要是过了那几年,不少人都会变得非常懂事,但是就是这一段期间,也会做出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情。 今天八卦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人,他就是张氏。 他曾有一段非常叛逆的故郎,成为了他一辈子的遗憾。 他小的时候非常爱打架,经常和同学发生争吵,自己也是很凶的那种,所以不少人都会受伤。 父亲对他多次训练都没有用处,最后把父亲气死了,这件事情让他非常后悔。 他也说过,或许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,之后他就变得很懂事,努力学习,考上了不错的学校。 虽然生活上面自己经历了很多,但是在表演上面一直都是非常顺畅的,或许就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吧,所以在表演上面才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体会,能够把每一个角色饰演得更加完美。 还没出到几年,就获得了金马的最佳男配,但是真正让他大火的,还是在奋红女郎饰演的艰难,将这个角色演绎得实在是完美。 硬生生反意外配角饰演成了主角,一夜之间爆红的他,直接和主角享受了一样的待遇。 估计连之后的陈鹤饰演的曾小贤都比不上,除了他,还有让小编印象深刻的,就是神话里面的赵高的,当时很多人看的时候估计都恨死他了,现在在看的时候对于这个角色更多的是心疼,太残良,真赢了那句名上不懂赵高,很多人都说,他用演技撑起了一部剧。 之后,张氏并没有在娱乐圈里面继续发展下去,而是看破了红尘,退出娱乐圈,却魂入了国门,破起了与世无争的生活,这种生活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看透的。 他的人,真经历了很多,年少轻狂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,事业上面的一般风顺让他体验了不同的角色,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的瞬间。 大红尘后,看破一切,最后选择安静。 这似乎是电视上面会出现的,但是却在他的身上真是体现了,不过可惜的是再也看不到他的角色了。 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